我国羽球男双谢顶峰及苏伟义 拿下世界羽球锦标赛冠军 创下大马历来羽球冠军记录 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莎 比里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发文恭贺 恭喜谢顶峰和苏伟义成为第一个 赢得世界羽球锦标赛的球员 这是2022年国庆日非常具有意义的礼物 有趣的是 不少网民纷纷在帖子下方留言 询问首相 马国民有没有放假 有传言指首相伊斯麦莎 比里出动武装部队装甲车 护送出席巫统最高理事会议 据媒体报道 周六28日晚上 有一辆装甲警车 停泊在吉隆坡世贸中心 地下停车场 引起行人注意 巫统前最高理事 拿督洛曼在脸书发文称 伊斯麦乘坐庄甲警车 出席巫统最高理事会会议 他还说若讨厌巫统党员就应该辞去首相职和退党 是把巫统党员当成恐怖分子吗 连出席巫统最高理事会议都要出动装甲警车 不过 首相办公室官员在社交媒体群组驳斥斥洛曼造谣 并澄清此事 洛曼再次造谣 首相是乘坐奥迪轿车到吉隆坡世贸中心 而非装甲警车 看到就想吐 两个贪污领导的女儿竟然合伙在一起冠冕堂皇的 要替父亲伸张正义 巫统主席阿末扎西的女儿努鲁西达雅 公开支持前首相纳吉的女儿诺亚纳 希望纳吉得到公正的审判 努鲁西达雅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张 他和诺亚纳在巫统主席汇报会时 碰面的合照 并赞扬诺亚纳在会上的出色演讲 听着诺亚纳优美的演讲时 我哭了很久 诺亚纳干得好 努鲁西达雅说 他不支持任何形式的违法行为 但要求对纳吉进行公平审判 当然 我们不支持任何形式的违法行为 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公平的审判 但这却被拒绝了 同样身为官二代的诺亚纳 在看到努鲁西达雅的帖子后 留言谢谢姐姐 感激前者的支持 阿末扎西在昨天的汇报会上 指示所有支部和区部成员 参与向国家元首寻求特赦纳吉活动 以表明他们对上周入狱的纳吉的支持 匹利州乌统主席拿督斯里沙拉尼表示 匹州乌统将率先号召收集请愿书 以提交国家元首 为钱纳吉寻求赦免 适逢乌统将举行支部会议 所以在会议期间 我们可以收集签名 他说 阿末扎西建议的赦免纳吉的请愿书并不奇怪 目前情况 同情纳吉处境的党内支持者 当然打算请求国家元首准与赦免 因此皇室当然想看有多少人支持 与此同时 沙拉尼也抨击祖国斗士党总裁 敦马哈迪的声明 即如果纳吉获得特赦 人民将会感到失望 当马哈迪担任首相时 他是寻求特赦拿督斯里安华的人 当时有些人对安华被释放感到失望 那么现在有什么不同 行动党八升国会议员查尔斯指出 如果让刚刚入狱的纳吉获得皇家特赦 那将是对司法机构的嘲弄 他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指出 再过几天 马来西亚将庆祝独立65周年 因此维护法治非常重要 当我们临近独立日之际 我们现在可以为国家做一件事 就是确保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也没有人可以要挟这个国家 他说 阿末扎西呼吁巫统发起请愿 要求赦免纳吉 以及将后者的面子书贴文武器化 只是在哗众取宠 纳吉的案件并不复杂 扎西只是在哗众取宠 特别是对那些不太明白 为什么联邦法院拒绝 接纳新证据 或展颜审讯的人 阿末扎西这么做 是为了让纳吉获释吗 不是的 他只是为了自保 扎尔斯也说 阿末扎西称纳吉 面子书的贴文 也会经过整理和发布 就展示前者 要操纵社交媒体来愚弄人民 我们人民必须醒过来并反击 相较于属于特权阶层的纳吉 政治人物只是称我们是普通百姓 他为此呼吁人们展示人民的力量 反对该些利用各种策略 来释放罪犯的人 行动党主席林冠英表示 如果伊党不允许 小贾斯汀 Justin Bieber和韩国人女团 Blackpink在雪龙开演唱会的话 槟城非常欢迎他们来 这是槟州政府的权利 最近 伊党已走火入魔 竟要以示威 禁止演唱会 好像我国就没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说 倘若要是威 就应该要注重国家大势 如百货涨价 人工短缺 马币贬值 以及经济机会 不平等课题 但是 他表示 伊党却关注演唱会 这是年轻人喜欢的活动 没有伤害任何人 而且 据他了解 演唱会也会带动 国家的经济 伊党 没有其他东西做 只会玩弄 种族极端情绪 大马人民 应该拒绝他们 不应避重就轻 他说 如果伊党不允许允许 小贾斯汀和Blackpink 来雪龙开演唱会的话 槟城欢迎他们 这是槟州政府的权利 此外 林冠英 也质问警方 何时才要采取行动 对付发表非穆斯林 是腐败源的哈迪阿旺 他在文告说 全国各地的警方 已收到针对 有关哈迪阿旺言论的 大量投报 然而 警察什么时候 才会出手 他说 哈迪阿旺对非 回教徒和非土著的标签 是毫无根据的 当中满是种族主义 和极端主义 只会制造更多的分歧 但是 整个内阁 却对此事 视而不见 包括首相在内的 每一位部长 都没有出面否定 哈迪阿旺的指控 对于非土著 和非回教徒 内阁成员 在这件事上 默不作声 很多人 深感失望 内阁不敢 对哈迪的仇恨言论 采取正确的原则立场 恰恰彰显了这些 来自马华 国大党 沙拉越政党联盟 和沙巴人民联盟的 诸位部长 正在纵容 鼓励和合法化 哈迪对非土著 和非回教徒的 敌意与仇恨